哈 哈 哈 だけも大好き ほらね 素心 明島沿上楊丞麟耍大牌 對妝法移植氣使 這才叫台灣人欺負台灣人 特製的 泰式酸辣醬 配上這個生蠔 好新鮮喔 Oh my God 這個辣 這個蛤蜊 海膽義大利麵 看起來好好吃 好平爽喔 還派甜心楊丞麟 因為在中國節目上的關鍵兩句話 我是廣東人 其實吃海鮮是奢侈的在那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莫忘世上苦人多 小編推薦全世界 都買單著奢侈海鮮底加啦 而正當台灣人還在爭論 中國媳婦兒說的是在那邊 還是在那時 為什麼台灣人 永遠只會欺負台灣人呢 國際潮牌社導演汪宜欣 再度言上 因為他在台灣時 就先欺負了很多影視圈周邊的台灣工作人員 廠商 但在中國卻乖順得很 這才叫台灣人欺負台灣人吧 雖然明白影視圈台上台下有兩種人設很正常 但是楊會這麼討人厭 圈內人會接手言上 主要還是坐人機車 經紀人也機車 而且都有大途病而已 年紀不大 但架子很大 所有圈內工作人員討厭的事 他大概都幹了 糟蹋人的事他也沒少幹哦 爆料楊成林過去的負面行為 包括對中法移植氣實 對人看高不看低 刷大牌 臨時的一件一堆 在夜間有15年資歷的時尚公關 無怨時也在Podcast爆料 自己討厭的藝人是唱歌的 臉上有顆志 老公是大陸人 眼睛長得小小的 截下梁子的原因 則是這位小姐某年入圍金鐘或金曲 原定晚上6點試妝 但行程delay晚上10點才出現 而且遲到的4小時 小姐完全沒有覺得不對 反而是經紀人在替她道歉 公關捧著4件禮服給小姐 好意提醒 這衣服很重 試穿的時候要小心哦 結果對方就愣回一句可以出去嗎 試穿完了也不給看 她說想自己決定就好 不用看不要看 讓等了4小時的公關相當無奈 你們一個個落井下石 強盜眾人推啊 啊 哎呀呀苦過來的孩子 都是很有禮貌的 相信成林是因為曖昧受盡了委屈 楊成林經紀人對此回應 針對我們沒有合作過 不認識的同行等 沒有任何時政的影射造謠詆毀 已經嚴重損害一人聲譽 而網路上資訊量炸鍋的同時 楊成林7號在微博轉發 任何關係都是雙向的影片 寫下熱愛舞蹈的初心一直都在 我們下期舞台見囉 人家3歲是學芭蕾 小斌3歲是被芭蕾 還不來朝聖成林舞力成開 I'm on the next leve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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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on the next level they all trying to catch up to my next leve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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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on the next level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那所以現在就真的笑死了嗎 mext 這裡 blocking cdpot